不是民主 无意激情尿非全台抗议国会 只权修法 但法案还是在5283读通过 蓝绿白也同步开展 互议演唱赛 国民党要办22场的宣讲 由52位的立委 配合上场宣讲 至于顾国文说要办子座谈 这好奇怪哦 因为既然如果主体是国民党办的 那么他所谓的子座谈 难道顾国文变成 国民党的赋水组织了吗 蓝营首场台湾第三波民主改革 预计在6月15号 进攻赖清德台南本命区办座谈会 顾国文一己之力单挑蓝鸟 他们不但不悔改 而且还要下乡持续跟青鸟行动 来做一个对抗 民党基本上一定要站在青鸟行动的这一方 要诠释民主的价值 随着国会职权修法三读通过 立法院有望在下个月初 首次行使调查权 蓝营内部却出现不同声音 有人认为应该全程公开透明 也有人觉得可以比照检察官办案模式 立委翁晓琳则是明确指出 可以设立立法院调查官 但鸿蒙凯担忧可能涉及二次修法 且现行体制就已经有文官 可以协助立委行使调查权 怎么样让调查权更周延 其实各委员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也会在之后的党团大会 再凝聚共事但短期之内 要再做二次修法是不太可能的事 在之前有许多民生议题相关的弊案 但是真相没有办法水落石出 包括说黑心快塞 包括说超司机弹 如何行使立院调查权 党内有不同意见 难为锁定民生法案 准备进攻 蓝绿白场内外攻防热闹开打 这些网络就在